标题三资产负债表的填列方法 首先看一下资产负债表的期末余额 是不是就应该蒙出了 括号二就是上年年末余额的填列 上年年末几乎就是从去年超过来的 那么先说第一个 根据总账科目余额填列 连脑子都不该动的 只要你会计科目的余额是什么 我直接把那数就填在报表项目上 有很多 比如说第一个 根据总账的科目余额直接填列的 用背吗 你背得起吗 把特殊的记住就行了 这些都是根据会计科目的余额直接填列的 连花都没有 那么在这我提示大家三句话 自资产负债表日期一年内到期的 英语清长的租赁负债的期末账面 假许 租赁负债是不是租赁那张学过的 对 那么将来如果你的租赁负债 比如说还差三月我就得还了 那么这一部分租赁负债 我们反映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改个词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实它是流动负债 所以租赁负债里边要有一年内到期的金额 要摘出来往上贴 贴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里边 作为流动负债来劣势 再比如说第二个 这都是特殊的 我反而希望你记一下 长期贷债费用 是不是可能三年谈销 五年谈销 对 如果谈销年限或期限 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 也就是小于等于一年 或者预计在一年内还一年进行谈销的部分 仍然在长期贷谈费用项目里边劣势 你看这就是不公平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租赁负债如果一年内到期 我就给它重新分类为流动负债 但长期贷谈费用 哪怕你还差 一年内到期 我依然在长期贷谈费用项目劣势 不能转到别的项目里边 这些特殊的 对不起 你只能单独的记一下 尤其是长期贷谈费用 这一类 那么第三个 地盐收益是不是我们第十八章政府母助学过呀 如果你谈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 或者在一年内还一年进行谈销的老规矩 它也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 仍然在地盐收益这个项目里边进行劣势 到现在为止 我说了三个 只有租赁负债是需要劣势的流动负债 长期贷谈 未有地盐收益 都是不能重分类进行劣势的 这些是需要你打盖记住的 那么括号 有些项目则是根据几个总账科目的期末余额计算填列 你比如说你资产负债表上这边的报表项目货币资金 它就等于库存现金加银行存款加其他货币资金之和 其他的没有 再比如说其他应付款 它是报表项目也是会计科目 它等于三个会计科目之和 其他应付款加应付利息加应付股利 这三个要说会计科目是三个会计科目 但这三个会计科目将来有数值 我都是填在其他应付款里边 就这一次 那么第一个除了根据总账科目余额填列 第二个是根据明细科目的余额分析计算填列 比如说开发支出 您还记得不记得 您研发支出横杠资本化支出的金额 在没有达到预定用途时 是填在开发支出里边 而费用化金额还记得不记得 每一期必然反向接转 它没有余额 那么第二个应付账款 能问你个问题吗 应付账款是什么类负债类 负债类正常情况下余额在哪一方 它是两个代方明细相加 谁的代方应付账款的代方 加成预付账款的代方 比如说为啥是带负的是一顿 我正一说你就明白 比如说我应该付给您五十 但是我一下付给您八十 那是不是其中这八十五十 是我天经地义该还给您的 对吧 而额外的三十 我只能理解为我预付给您的钱 我还想从您那买东西提前给您的定基 这不就是为什么应付跟预付是一对 站在我这儿是应付付多了叫预付 站在您那儿应收收多了 不就变成了预收吗 所以带付的是一对 带收的是一对 将来你只要判断出了应付账款是负债类应该在贷方 是两个贷方预额相加 同理 预收款项是什么 有人说老师你不应该说预收账款 会计科目是预收账款 报表项目是预收款项 预收账款 错预收款项是报表项目 什么类 负债类 负债类正常情况下预额在贷方 它就是预收账款的贷方预额和应收账款的贷方预额 计算天理 有人说现在不是没有预收账款 错了 只有收入准则不允许用预收账款 其他准则该用预收账款你还得用 那么第四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还是那句话 通常它应该作为流动资产 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里边劣势 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如果你自资产负债表日期超过一年到期 而且预计持有时间超过一年的这种非流动金融资产 我们不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里边劣势 而是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里边劣势 它是作为非流动资产猎豹的 前面不是讲过吗 你预计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的衍生工具 它属于非流动资产项目 都说过的 那么第五个其他债权投资 这个其他债权投资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宗债 比如说我确实拿了个宗债 这个宗债呢 假如说是五年期 历史很辉煌 可是已经过去了四年多了 就在今年 它从资产负债表日期 还差三月到期 对于这种 我们就不能再把它填在其他债权投资 这个报表项目里边 我们应该给它充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 作为流动资产来列报 也就是说 您前面四年 您就正常填在非流动资产里边 而最后一年或者最后半年不到一年了 我就把你填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里边 作为流动资产来列市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买的是宗债 我买的时候 你可能就差不到一年就到期了 对于这种 我干脆直接就把你作为流动资产来列市 但是它的项目跟上边一个不一样 上边是我买了好几年了 只是今年快到期了 我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作为流动资产来列市 而如果我买的时候就是不到一年就到期了 我应该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列市 报表项目不一样 但是这俩都属于流动资产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叫应收款项什么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是一个什么 报表项目 它通常根据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这些科目的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那么2020年就考了这么一道题 我在这还是给大家稍微补充一点 您听好了 不论你口中所说的应收票据 还是你所说的应收账款 你到底天列在报表项目的哪个项目里边 我主要还是看你的什么业务模式 因为应收账款跟应收票据都是收款权 如果应收票据要是不带息的 应收账款本来也是应该收钱的 是不是我们很可能认为你是收本收息 满足这种模式 对吧 那我可能认为你通过了险级流量测试 所以这里边它到底化归为哪一类 有人说到底可以化归为什么 贪宗损三类都可以 那我还是主要看你的什么业务模式 比如说第一种业务模式是最常见的 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记得不记得我前面给大家所说的 养蛋鸡的这种情况 我压根就打算细水长流 比如说我要问你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那么你将来反映的就是资产负债表日益 贪于成本计量的 因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商业汇票 那是应收票据 应收取的款项那是应收账款 当然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成对汇票和商业成对汇票 假如说你的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那好将来你的收款权填在报表项目上 也依然填在应收票据 依然填在应收账款里边 我说清楚了吗 此时他既是会计科目 也是报表项目 有人说什么样的收款方式 满足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我确实企业卖东西形成了应收账款 我企业确实卖东西收到了商业汇票 也就是应收票据 假如说我非常铁了心了 我从来没有动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任何心思 比如说应收账款 我就是在信息满时 我打算从买方把这个钱收回来 或者我应收票据 就是希望在票据到期时 我把这票据款从买方那收回来 那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吗 对 只要你就等着到期收钱 我就认为你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我就可以把你这种收款权化归为贪 当你化归为贪时 我就正常偏列的报表项目是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但是这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有一种特殊情况 我讲完第二种 你才可能知道 为什么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另外一种模式是什么 是收取加出售 如果你的出售是假的 你没有满足出售的条件 或者第三种模式 你说你是其他业务模式 单纯的出售 你是出售是假的 有人说出售还能有假的 有 如果你表面是出售 但你没有满足终止确认的条件 比如说我把我的应收票据 然后向银行贴线 将来银行收不到钱的时 他来进我进行追索 站在我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贴线企业的角度 我风险报酬不是没有转移吗 此时站在我的角度 我的应收票据能不能终止确认 不能 那他不是出售 不是出售 他就不可能是第二种模式 也不可能是第一种 第三种模式 那么他只能是第一种模式 也就是假的出售 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的出售 仍然有可能是收取合同限界流量 有人说老师你越说越糊涂 不糊涂 我把第二种第三种给你讲完了 你就明白了 所以以贪于成本计量的收款权 我正常天列的报表项目上 就是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前提条件 你的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而第二种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和出售金融资产 这不就是我所说的收取加出售 同等重要吗 他反映的就是以公运价值计量 且其便能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那怎么还有出售加收取呢 比如说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就是如果我跟银行签订 应收账款的无追索权的保理总协议 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可以向银行出售应收账款 啥意思 给你再解释一下 我把我这根笔卖给您了 我现在形成了应收账款 那可能我还把笔卖给别人 我也形成应收账款 比如说站在我销售方企业的角度 我有一百笔应收账款 那么如果这一百笔应收账款 我都打算信用七百时我收到钱 我都打算票据到期时我收到钱 貌似它应该是第一种业务模式 收取合同减金流量 我将来在报表上添列时就能添列在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里边说清楚了吧 好 而现在这是不是 比如说我一年产生一百笔应收账款 可能我跟银行签的协议是什么呢 我只要缺钱了 我可能就把这笔应收账款卖给银行了 我就换回了钱 我不缺钱呢 我就继续持有这应收账款 打算信用七百时收钱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我没有卖出去的应收账款 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对不对 我卖出去的卖给银行的应收账款 是不是就出售金资产呀 对 如果这俩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也就是说我到底是收取呢 我还是出售呢 这种频繁交替的进行 不就跟我们前面说 你有钱了买理财产品 没钱了 马上把这个理财产品卖了换到钱 有钱再买理财产品一样吗 这不就是交替进行吗 这种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和出售金资产的业务模式 那么将来它是属于我们所说的租 那么将来它填报表项目时 填在应收款项什么融资里边 那有人说您再给我举个例子 可以 比如说第二 如果我手里有尚未到期的银行承论回票 如果我打算票据到期时 我清一色的等着票据到期收钱 那叫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它填的报表项目应该是应收票据 但是现在不是 可能我卖东西 别人给我签发的银行承论回票 有一百笔 我就跟银行说了 如果我缺钱 我会把一部分应收票据卖给银行 而且是或者说贴线给银行 那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贴线的 没有出售的 我是不是叫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对 而我卖了那一部分 是不是就应该叫出售金资产 对 那这时候 如果这个收取和出售没有明显的界限 那不就是满足我们综的业务模式吗 将来我报表项目是天在应收款项 融资里边 满是天在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里边 而宗将来我天在应收款项融资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我们当时化归宗的时候 跟满进行区别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 如果你偶尔出售 但是哪怕金额大 我依然认为你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业务模式 有因性吗 或者我频繁的出售 但我金额小 只要频率跟金额不同时双高 它就有可能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业务模式 没问题吧 所以在这 我们如果想成为宗 那就不能是频率和金额不能同时双高 通常是频率较高 金额较大 而且没有明显的界限 有人说这块怎么跟我金融工具的说法一样 它就是适用22号准则金融工具的准则 你不要去猜疑 完全按照那个准则去套这块内容 另外我必须提示大家一件事 你出售金融资产一定要是真的出售 你比如说我可能有一百笔营收票据 有一些我本身就打算票据到期时 我收取票据款 但是还有一些表面是出售了 但是我付了追索权 如果银行跟我们债务人收不到钱时 他来找我找后长 那站在我的角度 表面是我把营收票据贴献给银行 但是我风险报酬并没有转移 我没有满足出售这个条件 那就意味着有可能我依然认为 所有的营收票据业务模式 还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那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你天列报表时只能填在营收票据里边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你说 营收票据里边也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模式 可能包括假出售这种 假出售不能作为第二类 也不能作为第三类 那只能作为他来处理 这是一个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一种呢 就叫其他业务模式 我不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我也不是收取加出售 可能我的业务模式就是单纯的出售模式 比如说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假如说我这个企业呀 我企业就定了一个规矩 凡是我收到的银行成论会票 我一分钱都不留 啥叫一分钱都不留 我不用等到票据到期时收票据款 只要我收到了 我就全部把它向银行进行贴线 那么将来全部向银行贴线 这不等于业务模式是以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的吗 前提条件是你真的出售 而不是假的出售 如果你全部出售了 你还能跟我说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吗 不能 你还能给我说收取加出售吗 不能 此时排除了前两个不就是其他业务模式吗 对于这样的应收票据 我报表上要填列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里边 这是规矩 所以你看 你快递科目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但报表项目完全按业务模式是填列在哪个报表项目里边 有可能是应收账款 有可能是应收款项融资 还有可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再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这个企业所有收到的应收账款 我全部不复追索权的转让给银行 将来你银行从债务人那能不能收到钱 都不能找我候账 这不是我真的转让了吗 那么这种全部转让的肯定不可能是收取 肯定不可能是收取加出售 那只能是其他应用模式 将来添列在报表项目上 这一部分只能添列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里边 别错了就可以了 这是我提示大家的内容 看完这块内容 比如说2020年的单选题 甲公司采用商业汇票结算方式 结算已受产品货款 常持有大量的应收票据 甲公司对应收票据进行管理的目标是 将商业汇票持有至到期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你要所有的都这么做 那它是收取 而他说同时兼顾流动性需求 贴线商业汇票 这不又是出售吗 只要你满足了终止确认的条件 这不是收取加出售同等重要吗 在这种情况下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上述应收票据 在资产负债表劣势的 那不就应该是应收款项什么 融资 这道题正确答案选项B 因为应收票据只是合算 它也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业务模式 其他的肯定连对都不对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项2B就可以了 那么块7应交税费 这个应交税费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 企业所得税啊 增值税等等 在这我们要稍微喜分一下 应交税费本来是负债类科目余额 通常应该是在贷方 但是有一些明细科目可能出现期末 借房余额 它已经不代表负债而代表资产 比如说应交增值税啊 未交增值税贷地供进向税额 贷任正进向税额 增值税流底税额等等 出现借房余额 其实它已经有资产的性质 我们根据流动性 添列在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里边 好理解吧 那么第二个 如果是应交税费代转肖项税额等科目出现期末 代房余额 代转肖项税额是肖项税额的前身 就是你可能会计上满足了收入确认条件 但税法不计算肖项税额 比如说处置卡 那么将来这代转肖项税额 多长时间之内应该改名叫肖项税额 我根据它的流动性分别列是在其他流动负债 那肯定是流动性和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里边 这是第二个 第三应交税费有一些会出现期末代房余额 比如说未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出现代房余额 是你将来真的要拿出真金白银孝敬祖国母亲的 还有减一级税 转向金融资产应交增值税 代扣代表增值税 这些正常的代房余额 我们还是添列在应交税费这个报表项目里边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个应付资工薪酬 也是根据期末余额 我们分析添列 比如说我们应支付的资工薪酬 如果是按照流动性划分 可以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哪些属于流动负债 你要是流动负债 通常正常的添列在应付资工薪酬里边 这个报表项目就是流动性的 比如说短期薪酬 报告期后12个月内将支付的 还有离职后福利的设定提存计划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当中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这部分 还有辞退福利中将于资产 负债表日后12个月内支付的部分 都正常偏离在流动负债的应付资工薪酬里边 但是如果你辞退福利当中将于12个月之后支付的部分 我答应给你500万把你辞退 但是这500万分五年支付 每年支付100万 还有离职后福利中设定授予计划的净负债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中符合设定授予计划条件的净负债 这些是不是都是时间很长的 对 所以我们应该在非流动负债项目下单独列势 能知道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这一块内容比前两个内容貌似要都更重要一些 比如说第一个长期借款 您曾经于三年前借了一笔款项 这笔款项肯定叫什么 长期借款 会计科目就是长期借款 但是如果您这笔借款从资产负债表日开始 可能就差两个月就到期了 而且您不能自主的将经常义务展期至一年以上 对不起 你要把这一块差两月到期的长期借款给我重分类往上贴 贴在哪 贴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里边作为流动负债来处理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第二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不是您给人打了一张N年期的线条吗 没错 比如说我发行债券五年期 我可能前四年都是正常填列的应付债券 作为非流动负债来处理 怎么那么巧 就到今年 我可能一年内到期 并且我不能自主经经常义务展期的部分 我给它往上贴 填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里边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其他非流动负债也是根据有关科目期末约 减去将于一年内含一年到期 偿还输后的金额填列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就以长期借款为例 比如说你借了两笔长期借款 假如说都是五年的 第一笔从资产负债表日起 肯定是今年的资产负债表日 差俩月就到期了 第一笔差俩月就到期了 也就是前面已经过去了四年零十个月 那好 这笔借款 你就应该填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里边 而第二笔借款也是五年期限 比如说从资产负债表日还差三年才到期 那不等于才过去两年吗 这一笔就正常的填在长期借款里边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四个 这个内容相对来讲 要重要一些 三和四 你多看看 就是根据有关科目余额 减去背底科目余额后的进额填列 啥叫背底啊 减折就减谈销 减减值准备 比如说第一个最简单的 像持有代售资产呀 长期股权投资呀 商誉 这些是不是都有减值啊 又没有其他特殊规定 你只要减去它对应的减值后的余额填列 慢点 减去减值之后 我们称之为是它的什么 照面价值 第二个 在建工程记住了 里边多了一个内容 如果你有工程物资 我们现在也要求填在在建工程里边 也就是在建工程这个会计科目 加成工程物资这个会计科目的余额 扣掉个子的减值之后填列 第三个固定资产 我们都知道要减去折就 减去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但您别忘了 现在固定资产清理 也填在固定资产项目里边 这都是特殊规定 你拿眼看一眼 反正这一节第二节大概也就靠一分 你如果赌得起也可以 第四个像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油气资产等等 这些首先要扣减折就 摊销折号 以具体减值准备的 还应该扣减相应的减值准备 在这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折就 摊销折号的年限 只剩小于等于一年了 我用不用给它重分类别的项目 不用 我仍然在上述项目中劣势 不能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跟他们类似的 是不是前面讲过一个长期待谈费用 对 哪怕它的摊销期限 小于等于一年 也不能转入其他项目劣势 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上述资产 应该根据相关科目的余额填列 投资性房地产 不是有公允价值模式吗 两个明细科目代数核 正常添列就可以了 第五个 长期应收款 给个词 未收的本息核 将来天塌的时候 应该用长期应收款的会计科目 未收的本息核 减去相应的未实现融资收益的余额 减未收的息 我只以未收的本 添列在长期应收款项目里边 因为长期应收款是债权类科目 如果提了坏账准备 我要扣掉坏账准备 这是第五个 而长期应付款 不是未付的本息核 我用未付的本息核 期末余额 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 未付的利息 得到未付的本 添在长期应付款里边 但您要小心 现在的专项应付款 我们不在单独列市 也合并在长期应付款项目里边 列市 第七个 使用权资产 它不是我们所说资产类科目吗 也是减去使用权资产 累计折旧 使用权资产减之 准备之后 以账面价值填列 第八个应收融资租赁款的余额 也是在长期应收款 所以长期应收款 其实这要加上应收融资租赁款 这是出租人特有的一个科目 如果你是在一年内 还一年到期的 要把它摘出来 哪些摘 哪些不往处摘 这个貌似 大家要自己看一下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项目里边 列市 除了第四个 还有我们所说的第五个 第五个 比如说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这个项目 只添列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如果你是出售加上收取 应该添列在应收款项融资 如果你是其他模式 应该添列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里边 别错了 将来它是根据应收票据科目的余额 分析计算之后 减去坏账准备之后 添列 而应收账款也只反映以贪于成本计量的收款权 也是应收账款 减去坏账准备科目余额后 分析添列 其他应收款 您前面要刚才记住了其他应付款 应该记住 它包括其他应付款 应付股利 应付利息 而这其他应收款也包括其他应收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的合计 减去坏账准备 预付款项 带付的不是一顿吗 那就是根据预付账款的借方和应付账款的借方 为啥是借方呢 预付款项是资产类项目 我可没说科目啊 会计科目叫预付账款 报表项目叫预付款项 减去坏账准备之后的金额来正常的 添列 第五个又来了 刚才讲过其他债权投资 也就是综债 现在我们说他 如果对于债权投资来说 我们通常用他自己的科目余额 减去债权投资减账准备之后的金额 以账面价值来填列 但是有两种特殊情况跟综债一样 如果你曾经有一个很辉煌的过去 比如说五年期 但是就到现在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一年内到期的张机债权投资 你不能再待在债权投资这个项目里边 我要把你重分类 往上重分类 重分类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作为流动资产来劣势 还有一种 我买进来的时就是一年内到期的债权投资 不是说我持有了好几年 今年快到期了 我买进来时就是一年内到期的 他直接填列了其他流动资产 所以这俩都是流动资产 一个是在我手里捏了好几年 今年快到期了 一个是买进来就快到期了 没发现这两包本项目填的不一样吗 这是大家需要看一下的 第六个 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先告诉你一句话 同一个合同下的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以净额劣势 还记得不记得第十七章 收入费用利润里边 单独创造了一个科目 叫合同结算 如果将来他的差额在借方表示资产 根据流动性 如果是具有流动性的 填列在合同资产这个项目里边 非流动性的 填列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里边 如果你合同资产还记提了减值准备 要把它扣掉 能问一下吗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对应科目是什么 资产减值损失 今年的新规定 而如果你净额为贷房余额 那是负债 流动性填在合同负债里边 非流动性 填在其他非流动负债里边 这都是前面第十期章已经讲过的 块7存货 存货的主要项目 比如说原材料 半成品 产生品 这些都算 像什么材料采购 原材料 发出商品 库存商品 周转材料 委托加工资 生产成本 等等都算 还有一个内容是售托代销商品 我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讲我们第二章存货时 我就跟你说过 售托代销的商品属于委托方所有 但是售托方得到这个东西时 他会借售托代销商品 表示资产增加 售托代销商品款表示负债增加 将来天列的时候 我是用售托代销商品 减售托代销商品款之后的金额 多少 零 这一部分一增一减 没有差额 所以售托代销商品 减售托代销商品款之后 它不反映在售托方的存货 那还是反映在我委托方的存货 别错了 另外合同履约成本 不就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还记得拉拉队那件事吗 合同履约成本 如果初始确认时 摊销期限 不超过一年或一个正常营业周期的 我们反映在存货里边 有人说凭啥反映在存货里边 您糊涂了 合同履约成本最终转的是什么 主营业务成本 而你存货最终转的也是主营业务成本 所以我填在这没毛病 但是不能超过一年或一个正常的营业周期 那要超过呢 超过其实是在第八个括号 其他非流动自然里边添礼 后边在单数 如果你记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应该把存货跌价准备从这减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记提了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也把它扣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采用的是计划成本法 要把材料成本差异 该加加该减减 如果你采用的是商品零售企业 这些那种我们注度快识教材都没有学 一般初级里边学 商品技巧差价也应该该加加该减减就可以了 其实我教大家一个巧门 售托代销商品跟售托代销商品款 这俩一减没了 剩下的存货不是资产项目 凡是在借方的你就给我加 凡是在贷方的你就给我减 这么着就好理解多了 这是存货 第八个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用过 就是他有一些规定 如果你不能填在正常的项目 可能就规列到这 根据有关科目的期末余额 减去将在小于等于一年收回的金额 我们正常填列 如果你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科目的明细科目中 初始确诊时摊销期限 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一个营业周期 以上进行摊销的 我们反映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是合同履约成本 你摊销期限在一年 或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以内 你填列在存货里边 如果你摊销期限 如果超过一年或一个正常的营业周期 我们把它填列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里边 当然还是要减去合同取得成本减值准备 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之后正常填列 那我问大家一下 合同履约成本 我们将来的区别就是看摊销期 你是在小于等于一年呢 还是大于一年 小于等于一年 我们把它填在存货里边 大于一年 我们把它填列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里边 另外合同取得成本 它的摊销期限 是不是等于如果在一年以上 或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以上 也要填列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里边 对 那我能问一下 合同取得成本 如果在一年或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以内的呢 你忘了吗 我们可以采用简化处理 直接给它记住当期随意 销售费用里边就可以了 那么下边我们看这一道补充例题 甲公司2014年12月31日 有关科目余额入项 他问你 则甲公司2014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金额 您得先保证您是存货 然后呢 再保证 你在借方的 我给你加贷方 我给你减就可以了 首先发出商品的余额是1250 这肯定要加成属于存货 生产成本335是存货要加成 原材料是300要加成 材料成本差以 代方余额 存货是资产 现在代方余额是减去 存货跌价准备是100 肯定是代方余额 资产来的叛途余额在代方吗 售托代销商品600 售托代销商品款600 600减600 等于没加没减 委托加工物资200 肯定要加上工程物资是天列在存货里边吗 不对 它是天列在在减工程里边 所以它不能选 最后你该加加该减减 算完了是196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2B 就可以了 这是括号一 资产负债表的期末余额来的天列方法 实际里边有一些非常特殊的 哪些还在这个项目里边反映 比如说长期贷摊费用 摊销期限哪怕不足一年或一年 依然在这项目里边反映 比如说地言说意 依然在这项目里边反映 哪些是需要成分类的 像长期借款呀 应付债券呀 长期应付款呀 这些大家都要单独的记一下 如果你说老师我实在记不住 反正这一块每年大概就靠一个选择题 对于我们著作怪计师来说 不论是单选多选不都是二分 你要豪横的说这二分不要了 那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但我建议大家看一下 括号是资产负债表上年年末余额栏的前列 我们原来叫期出余额 现在通常称之为上年年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真的可能是跟上年末资产负债表的期末余额栏是相一致的 除非你发生了会计政策变更前期插座更正 我可能进行追逐调整 否则2019年的期末跟我2020年的上年年末余额应该是相当的 就这个意思 其他的大家自己了解一下 到这儿为止 第二节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最核心的内容是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划分 这儿大家必须会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